你就是跟他男人在一起了 因为很多人都放在我面前 没有办法不相信 一起看电影 一起不清洁 行了 我真的是不明 我现在真的很激动 不激动了 我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他是我们组的组长 虽然长得不帅 但是工作能力特别强 刚开始的时候 我没想过我们会在一起 相处之后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可靠的人 然后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他 我们交往了没多久 因为工作原因 他去了外地 我们停了一地恋 刚开始我们对一地恋 特别有心情 但是时间久了 我感觉特别累 特别痛 他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许多 这样的感情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继续下去 爱情真的会败给距离吗 其实关于异地恋的话题 我们也没有少谈 但是今天这一队的特殊性 又在哪里呢 老师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来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大成27岁 来自湖南 是一名市场销售 女嘉宾小米23岁 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销售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 在一个场合公开吗 我愿意 认识多久了 有年多了 我跟她是在湖南认识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在同一家公司 后面的公司的业务发展 需要在深圳这边 开一家分社 后面我就调到了深圳 一开始的话 感觉我们的感情 还是挺好的 我也对亦丁丁的话 有很强的决心 但是后面这几个月的话 我发现 我们之间的问题运的越多 特别是她对我的态度的话 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我态度怎么对你大转变呢 我平常打电话的时候 你接了吗 我不接你电话的吗 你那叫接我电话呀 我今天打你电话 你明天才会 我忙的时候 不是没空接你电话 不是回你短信的吗 你说你平常忙 那今年春节的时候 我提前半个月 就跟你说好了 我说到长沙了 我去见你 结果我到长沙的时候 发现找不到人了 打电话 也不接 我那是不在国外旅游吗 我打一个电话 你挂掉一个电话 你就是跟那个男的在一起 你不敢接我电话 我跟哪个男的在一起了 你跟哪个男的在一起 你心里不知道吗 就跟你刚才那个组长 我跟他没什么 你还在这骗我 今年春节的时候 我回家 现在我以前的那个同事 然后一起吃饭喝酒 喝的比较多 告诉我 他跟那个男的 两个人的护照信息 出片的时候的 护照信息 同一个航班 你还说是跟你朋友 那是一直撤下去 有公司那位置卖不掉 然后我叫几个朋友去旅游 我怎么了 不能去旅游啊 你那是跟朋友吗 你明显就是拿着朋友 给你做挡箭牌 除了这个 同事还看到你 跟他两个人上下班一起 不是男女朋友 他干嘛要接受你上下班的 就几次 我下班的时候没车 人家是看到你了 看到你几次 没看到的 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回 而且他现在 那个男的 又是他的组长 带他出去跑业务的话 基本上就是 就跟他一个人 带我出去跑业务怎么了 我业务能力强不行啊 公司那么多女同事 非得带你吗 行 我能来一句吗 主持人说 男生今天为什么而来 你是想留住他 还是想揭露他 我今天是想 是想留住他 女生今天为什么来呢 我想跟他说清楚 我觉得我这样很累 我先问一下女士 确实你春节期间 出国玩去了是吧 是的 是有他提到的 那个什么组长是吧 我就跟朋友一起去的 然后他也叫他的朋友 那你还承认跟他 来来来 就是不是两个人单独 是很多朋友一起是吧 是的 你看这都是 人家也承认了 确实一起去玩了 对吧 但是确实人家也没说 有那个关系 我没 是吧 是不是有那个关系是吧 怎么就没有关系了 过情节的时候 2月14 以前的 他的微信图像 以前都是我们两个人的 现在没有了 换了 换谁了 我换个头像不行 我换个哪个女生 不换头像了 我一定要用的那一个 你换头像也可以 你干嘛与我有关的 微信内容 朋友圈里边 我现在里面 家里都是客户 我现在 我现在不关系 他就能用一种 你这种好看的 我现在不想像了 我现在把人的 我现在来说 我现在还可以 给你评论 我现在不想像了 我现在可以 我现在就用一个 招牌的 我现在有一个 帮手 我现在就用了 我现在就用了 帮手 我现在就用了 招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之间 我觉得太内了 我一个人在长沙 就是你是想分手是吧 我觉得 他已经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了 有什么才是好分手的 不是他跟那个男人在一起 那你跟他分手就是了 你个较劲的家伙 我现在希望你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我跟谁在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 是不行的我告诉你 我问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今天我们也坚持了那么久 你现在几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因为我 没在你身边对你的工作 真的没太大帮助了 你选择跟他在一起 你不要在那里胡说吧 大好吗 来来来来 你不许再说话了 来 姑娘 你是想跟他分手吗 是的 是的 我想跟我分手 我在深圳 我也是为了我们呀 我在深圳寻求一个 更好的一个发展 有更好的进行空间 我也是为了我们以后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在你旁边行吧 咱们不说了兄弟 是想分手吧 是的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刚开始 他去那边的时候 还挺那个我的 挺在乎我的 每天给我打电话 每天给我发信息什么的 然后到了后面 直接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挂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我烦 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 他说我无力去 要我再也不要打电话给他了 就是你觉得他忽视着你对吧 我那个时候工作忙 对不对 因为公司刚到深圳 开一个分公司 一开始业务不怎么样的时候 我还天天给你两个聊 后边业务的 随着业务的拓展 那你去那边 越来越没有时间 而且你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忙你忙你忙 你跟我说了吗 那你不知道吗 你不就问了你自己去那边吗 你不知道我的工作假里有多大吗 你不知道每天我 你那时候去不说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后面 你去就是一年后面 你干脆不接我电话 什么意思吗 你就是跟那个人在一起了 所以你才这样说 哎呀 就是跟他在一起了 我真受不了你了 你愿意为这个女生 把工作调回来吗 我主观上非常愿意调回来 但是客观上你调不回来 随着毛 如果这个女生离开了你 你会死吗 我会生不如死 女生 那你能够非常明确地 告诉我们大家说 你确实跟你现任的这个组长 没有变成情侣关系吗 我肯定 我现在跟他都 只是普通同事关系 是普通同事 朋友关系 同事和朋友关系 没有超越友谊那一部分的男女之间 但是你现在的情况 让我没办法相信了 哎哎哎 打电话也不接我的 对我态度180的大转换 我现在都根本就没办法 跟他正常交流了 好好好 我知道你的痛苦 你回答我 你们没有越过男女正常的朋友关系 那条底线 是不是 没有 他现在是不敢回答我这个问题 他也不敢回答 我有什么不敢回答你的 那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2月14号 情节跟他一起过 还看电影 我跟他看 我就跟朋友看看电影 而且你们还去到太过 好促巧 这么多促巧的事情 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促巧了 这个是有阅谋的促巧 好好好 尤其是男生这种纠结的一个个人的心理状态 我们的老师们会做一些什么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异地恋的确会对这对情侣形成一个考验 当两个人的感情没有达到一定基础 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和有一定承诺的时候 或者是对这个异地的时间有一个大概的规范的时候 双方在这个事件久了 就会容易引起各种的不安 难事吧 从感情角度来讲 你非常气愤 因为你认定了你的女朋友 有所谓的对你的不忠 而你一口口声声说要挽回她 又喜欢她 又爱她 这是一种矛盾和冲突 你在这里把她拉回来 更多是要找回自己的自尊 找回自己的付出 先谢谢你那根火平静下来 想一想 你真的还爱她吗 还是说你对她的不甘 我想报仇 我想宣泄 想找回我的面子和付出 我目前没有看到你爱她 另外一个呢 在赵船老师问我们的女士 你确定和你的那个组长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我看她的手稍稍有点握紧 我只能凭我的感觉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证据 女方多多少少 在感情上已经和你游离 并且和其他男士 有着一些类似于跨越边际的这样的行为 有可能随时会和你分开 踏入另外一次情感 女孩呢 应该果断地做一个决定 别摸领两可 包括现在的男朋友 也包括可能曾经照顾你 对你有喜爱和倾向的男友 未来的男友 那么男方呢 真的把情绪调整下来 别把那个面子放在里面 想一想到底爱是不爱她 一个男人如果不会学会 面对这种分开的话 我倒觉得你不是一个真男人 赵老师 我有一对朋友 同样的问题 男的一出差 他们俩就因为这个问题吵架 同样的问题 只要不出差 面对面就不吵架 距离是会迫害感情的 所以我认为你们俩这段感情 可能就是因为 后来你去深圳之后 才有了这些矛盾 对不对 当然你也对他疏忽了 是吧 这也是你的问题 首先我跟女孩子说一下 我觉得人活着要坦诚一点 如果不想跟他在一起 也不要耽误自己 也不要耽误人家 就跟人家直说 我喜欢别的男人了 我要跟别的男人 去追求新的生活 至于你跟那个男人怎么样 那是你们以后的事情 但是要先把这段感情了断了 男生 你现在最纠结的那一部分是 想让他回来 还是想让他承认 如果你想让他承认 他做的事多一些 那我觉得你就没必要让他回来 如果你要让他回来 那么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那就忍了 不要纠结 不要质问 重新开始 好吧 就这样 你们俩是怎么开始的 谁先提出来的 是我先提出来的 你先提出来的 但是你是不是 很早就注意上他 或者说喜欢上他 对吧 是的 但为什么你不主动提出来呢 因为 他们是喜欢我的女孩挺多的 资料上分明有些 其实你早就喜欢他 只不过你是 不敢跟他提出来 而在众多同事 已经看出你们之间的 这种所谓暧昧的关系之后 大家也起哄啊 最后还是女孩提出来 你们俩才正式交往 我不敢向他开口 我怕他拒绝我 是 你从一开始交往 那会儿你就不够自信 非常不够自信 所以 请不吝点赞托 请不吝点赞托 我们不吝点赞托 你继续 尤其这种 你 我 explicitly 不吝点赞托 不吝点赞托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俩已经回不去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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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希望在极短的时间里 你们可以做到真诚 让彼此走的时候还有一些颜面 来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60秒 小敏 其实我想对你说 我在深圳也挺不容易的 虽然有的时候我没有及时地回复你 那真的是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前半年的话绝对没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走到现在确实不容易的 我在深圳也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健身空间 和更好的发展 你在长沙等着我 我觉得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能陪在我身边 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人陪在我身边 关心我 爱护我的人 我们之间 我需要能静一下 两位请交换秘密吧 来 请回 请回 谢谢 好了 谢谢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因为这个物理距离 而影响到恋人之间情感的一段异地恋 不管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 我都希望这对男生 女生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 接下来就看看男生能不能悟到这一点 放开一些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这就好 这就好 朋友可能那个箱子里的秘密是那个女生 发自内心真诚的一个表达 男生明白了 所以选择了放手 其实这才是对一段感情更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强求的在一起 有的时候未见的是负责任 我跟他在一起两年多了 生活在他们家也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这的感情真的很不容易 从订婚开始 就一直大吵小吵不断 我和我的家人都对她挺好的 大吵总是低在里面挑骨头 有事没事找我吵架 当初爸妈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现在想想他们是对的 从我到他们家开始 他们就把我当成一个外人 我经常一个人哭 觉得没有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现在嚷嚷说不过了 要回家 还说我们家对她不好 这人子我现在一天也不想过了 他们还说我骗婚 明明都是他们的错 凭什么还怪到我头上来 心的想念 就完全一遍 这样的爱情不要也罢 大概是女生说给编导听的 那心里是真的不想要呢 还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做一些调整呢 掌声请出他们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勇28岁来自湖南 无业 女嘉宾小平27岁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请两位 欢迎两位啊 愿意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小勇资料上面说没有职业是吧 现在 但是我准备创业 这个两个人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谈了大概两年多了 天子里也提到了说他家人对你不是很好 对 刚开始我们俩没办酒的时候还挺好的 但是后来就是我住到他们家以后 然后就他们家对我就很那个了 你们俩领结婚证了吗 没领证了 办过酒 对 他爸妈就是说把我介绍给他们家的亲戚朋友 不是办的那种农村的喜酒是吧 没有 我当时候说 要他们家给我一个正式的婚礼 他们就说 我现在就是在他们家里面 所有的亲戚朋友认识一下而已 正式的结婚酒 他说要等到我爸妈同意 以后 然后等我们领了证再办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但是等于你们俩其实已经在一起 在他家就一年多了 对 我当时就离家出走 跟我爸妈闹翻了 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父母当时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俩大概在一起半年以后 商量订婚 商量订婚的时候 他们家说 给八万块钱的彩礼 但是他真正订婚的那一天 就成了一万八千八 当时我爸妈就说 他们家这么小气 你以后会幸福吗 他说我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我现在真的是很后悔 没有听我爸妈的话 那时候我爸妈让我不要这么着急的去他们家 这是对的 我现在想想真的他们就是对的 那时候跟我爸妈落翻 然后直接就跑到他们家 另一个箱子就过去了 到他们家以后 然后他们 他爸妈刚开始对我还挺好的 然后后来就是住在他们家慢慢的 就总是说 我这也不会做 那也不会做 然后所有的家务活 全部都安排给我来做 然后我做完之后 还在外面 跟他们家所有的邻居亲戚都说我不懂事 因为我们那里的习俗他就是这样子的 你总是这样说 你们那边的习俗是这样子的 我在他们家就是一个免费的保姆 还是倒贴公司的那种 那时候我去他们家那边上班 我就想用这一万八千多块的彩礼钱 买一辆二手车 然后因为每天上下班要一个多小时 他爸妈就是死活都不愿意把那个钱给我 说他们家这里紧张 那个小店子要钱 这里要用钱 没有钱 然后后来有一天 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他爸妈一下就拿出了十万出来了 还把我交给他们家的那个工资卡 卡里面的钱三万多块钱 全部都取出来 一并给了他 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也没有问过我 愿不愿意把这个钱借给他 就直接拿过去了 那我不是把你当成我的家人了吗 然后那个钱的话 那借过去他又不是不会烦 那当初为什么我要用这钱 去买一辆二手车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呢 那二手车没必要买了 我不是答应给你买辆新车吗 新车我看到了吗 我有吗 你妈把那一万八千多块钱都拿回去了 然后我找你爸妈要这三万块钱 别的我也不多要 我就是说把我交给你们家这三万多块钱 我要回来 现在我要回来 可是你交的家里这是什么钱 就是我辞了工作 去他们的家那边找了工作 然后找了工作大概一两个月吧 他就跟我说他们那边全都是南方管钱 让我把工资卡全部交给他们 以后要用的话再从他那里 那确实也是这样子 我妈妈的钱也是给我爸爸管 这是你们那个习俗吗 对啊 你骗谁呢 对啊 我在那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家离他们家也不远 我们家怎么就不是这个习俗 那不是你非要跑吗 怪谁呢 对不对啊 接着说还有什么事 把钱交给他们家以后 我从此以后就没有用钱的地方了 一分钱也拿不到 那次我跟我同事去逛街 我想买个200多块钱的服务品嘛 因为我去他们家以后 基本上没怎么保养 脸上都起皮了 我就说买一个好一点的 回家跟他说 我说我要200多块钱去买个化妆品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 你这皮肤要用200多块钱的吗 超市里面10块钱就可以了 本来就是啊 我妈妈他们也就用10多块钱的 200多块钱的那不是浪费吗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就这么抠吗 谈恋爱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呢 那时候还挺好的 就觉得去他们家以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好接着说接着说 还有一次我跟我同事逛街 然后饿了嘛 买了那种小蛋糕 然后还有一些就剩了 带回去给他和他爸妈吃嘛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 他们把我说了一个月 说我浪费败家 然后跟所有的人都说了 你就买了这么小一个蛋糕 要10块钱 那他们就是爱剪剪的 那肯定会说了 我又不是天天买 我只是偶尔就买那么一次 为了这个事情 他妈以后还让我天天回家 按时给他们家做饭 然后也不让我出去跟朋友聚会啊 去玩啊 去逛街什么的 我看这些事 应该是一年多生活 我长期积累的哈 现在让你下定决心说 我不跟他过了 就分手 有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从我这把工资卡 拿了三万多块钱嘛 我就跑过去跟他爸妈理论 要把这三万多块钱拿回来 他结果一耳光就打过来了 凭什么打我呀 我在你们家为奴为壁的 那个事情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再说了你跟我妈是什么态度了 我对你妈妈态度还不好吗 我以前也是把她当婆婆一样的孝敬 但是她是怎么对我的 我生病了 在床上躺着 你妈妈一拔就把我的被子掀了 把我叫起来 一定要我做了饭再去睡 那只是个误会啊 再说了我妈妈她们 就有点什么小瘟小病的啊 她们也没有什么 还是跟正常一样的了 再说了我那天 你干嘛不干呢 每次我累的时候想让她过来帮点忙 她妈妈马上就把她叫过去了 她说我儿子很宝贝的 这个不能干 那个不能干 我也是人家的宝贝女儿 凭什么就让我干呢 你还说你创业这个事情 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你创业的那会儿天天在外面喝酒 然后半夜三更才回来 那不是陪朋友吗 我现在创业的话 那肯定要跟他们打交的了 喝点酒啊 陪他们去玩一下 吃更换了什么的 这很正常的啊 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正常的 我为了这个事情跟你吵架 你妈妈帮过我吗 你跟你妈妈 总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来 说我 责骂我 她的叙述是事实吗 是 哦 刚才一直怕这个女生是夸大其词 就是今日是中国 还有这样的这个 但是 因为本来她来到我们家 我当然是把她当成家人了 然后在我们那习俗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 以前我妈妈她们也是啊 现在我去了阿姓夫 当然 那就不一样了嘛 好 你在乎她吗 在乎 真在乎吗 真在乎 真在乎她 为什么她做家务 你不做呢 因为本来家里的习俗 她是这样子的嘛 什么家里的习俗 还要出去忙自己的事情嘛 你忙什么事啊 你在不失业吗 是啊 所以我现在我要 要到外面去到处跑嘛 跑什么呀 这不是我要创业嘛 当然 你为什么要创业啊 跟朋友打交代 然后要赚钱嘛 要养家嘛 她有问你要过钱吗 她有时候也问嘛 以前她就有那种 万花钱的习惯嘛 万花钱可是她的钱 不都交给你们家了吗 她花什么呀 所以说我现在 所以说什么呀 女生我问一个问题 这次是希望老师们 帮你去管教她 还要回去 还是真的要分手 我觉得我当初看上她 也是觉得她人好 但是 从我到他们家生活的 这一年多里 我真的是没有过过一天 快乐的幸福的日子 我觉得我的整个 就是一个悲剧 我现在不想别的 我就想把那三万多块钱 拿回来 我真的是不想过了 哦 好 问问她 如果分手的话 三万多块钱还给人家吗 但是我们那里 问你呢 问你呢 别说习俗 分手了 人家在那工作的钱 都交到你们家了 给人家吗 但是她在我们那里 已经搬过酒席了 基本上已经是我家人了 算是结婚了 对吧 按你的说法 对吧 当地习俗能离婚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当地习俗离婚的时候 分财产吗 分 分吗 怎么分 那不是一人一半 怎么分吗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是吧 来把你挣的钱和他挣的钱 加在一起 分给人家 该分多少钱 说个数 说个数吗 你这一年多挣了多少钱啊 七八万吧 七八万加他的三万多 那就分人五万块钱吧 行吧 好 你们当地习俗可没说不让离婚 而且你自己说的 你能这么尊重习俗 我们就按你们当地习俗办 好吧 其实我也不是看上他的钱 你行了你 闹到这个程度 你都没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只能谈习俗了 你就说人习俗走呗 其实中国人最好的习俗是什么呀 你没婚嫁的时候 你就住人家去了 中国有句老话 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很混乱 我们没有想清楚 没有想明白 那针对这一对的情况 老师们会如何来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28岁 无业 在整个承受过程当中呢 一直我妈说把妈挂在嘴边 在谈恋爱的时候 她是不是特听话 是 那时候她对我特别好 是的 那时候逛街的时候 她还看我穿了高跟鞋去逛街嘛 嗯 还特意买了 带我去鞋店买了平米鞋给我 然后还蹲下去帮我穿鞋子 总之她对你很好 对 也就像现在好像她对她妈妈一样 她也会听你的话 也会对你好 但是一旦生活在一块的时候 那个妈妈出现了 因为有那个妈 她就听那个妈 为什么呢 妈妈呢有一个心理特征 她会把妈呀分成两种妈 一个是好妈妈 一个是坏妈妈 她会无形当中 在两个妈妈发生冲突的时候 会把原来那个妈亲妈当成好妈妈 而把你当成坏妈妈 所以这样的话呢 她就把她的脾气 通通发泄在你身上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解 为什么有解呢 因为她是妈宝男 她没断奶 我给你两个分开 第一个分开 断奶 如果男士愿意的话 跟妈妈协商 你们俩单独出来住 因为日子要你俩过 当然如果她还是不愿意出来 那就第二个分开 那就是分手了 这是我的观点 我也非常赞成搬出来住了 那才是你们真正的婚姻生活 男孩子我给你一个建议 我觉得要尊重他 给他最起码的尊重 你现在对他不够尊重 根本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的钱 他的经济方面 他的想法全是都有你家来控制的 这个不公平的 如果你还想跟他继续生活在一起 你要让他 把他的 至少把他三万块钱先还给他 让他 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工资 他自己能够支配 其次 要尊重他所有的想法 好 谢谢 却总 你们那的习俗啊 有没有这么一条 如果你找不着媳妇 你就是打你不倒 也有 也有吧 我看你快了 这么一个好的媳妇 就让你一点一点的给赶走 但其实这里最大的问题啊 在于你身上 你希望别人把你当媳妇看待 家里人看待 但为什么他们就把你当保姆呢 为什么之前他能俯下身来给你穿鞋 为什么那会他能俯下身来 现在就是你生病了 也得有人撩被子让你起来干活 他却什么都不做 为什么呀 我觉得我就是 当初没有听我爸妈的话 执意要嫁到他们家 关键问题不是 你没有听爸妈妈的话 而是你没有真正的 把自己做的让人家看得起 说好的彩礼 对方砍价了 从八万到一万八千八 你认了 哎 对方你的形象一下就从 八万到一万八千八 那个时候我觉得感情这个事情 不能靠钱了 我不是说让你一定要 已经要八万你才能嫁 而是你的腰没有挺起来 你要问为什么说好的事情变了 得有一个原因吧 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的待遇 你是有收入的 却支配不了二百块钱 你谈什么话语成 你一步一步是在断送自己的尊严 你还想期望他们看得起你 真当家人吗 只是一个家用而已 所以说先把自己腰杆挺直了 之后你才去再审视这个爱情 就这个人 他能不能适合跟你在一起 但至少我看不出他对你的爱 既然没有爱 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说分手之前 先把自己该得到的得到 好吗 就这儿 平心而乐 不配 从外貌和气质上来说 不配 从个人能力上来说 你有工作 他没工作 不配 从爱的奉献上来说 你爱他比他爱你要多得多 不配 谢谢大家 北京 但你没工作 你不可以想说 你不能没工作 你们会想到 你脱子 能不能够 我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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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点东西已经非常清楚 而且尝试着用三万块钱来扣住一个人 这已经是很卑劣的方式 所以说 即便他曾经他没有爱的爱跟这样的男生在一起 父母痛苦 你痛苦 将来他也痛苦 就对了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现场牵手成功的嘉宾将会获得由布隆 抱龙眼睛提供的情侣太阳剧 来位 换箱子 来 请关门 我特别想说就是电视机前那些姑娘 当你在情感当中受挫的时候 你要想明白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世界上 对你最亲的人 应该是跟你有骨血关系的人 所以当碰到困难的时候 首先要想到的是父母和亲人 而作为父母和亲人来说 不管孩子做得多么的违背你的意志 当他们需要你的时候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帮助他们 否则大家都会后悔 不知道这段话这个女生听到以后怎么样 来 看看结果 请开门 就还是一个问题 给人钱吧 我可以把那个钱放给他 然后我就希望他还是能够留下来 然后我改变我的态度和那个做法 我可能以前是做得不对 还是喜欢他能留下来 请回吧 谢谢 你就觉得他最后那表白对他有感情吗 但是你就想就这么个男人 真的有个女人喜欢呢 不奇怪吗 他吸引嘛 没办法 你也可以说他是傻 来看下一队嘉宾他们遭遇了什么